近日,汪小飞在自己的直播间开心地表示自己正在装修房子 原来是为了一双子女安排卧室和书房 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 原来汪小飞即将接一双子女回北京 这件事情令汪小飞十分开心 汪小飞表示,女儿小月儿一直在抱怨自己在台北的房间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这一次汪小飞一次性满足了女儿的愿望 将他们原来的房子都重新翻新了 无论是装饰风格还是颜色 汪小飞都是有精心设计一番的 可见汪小飞真的是用心良苦了 不少网友们都质疑 为什么现在汪小飞能够接子女回北京了呢 为了什么呢 之前大S和徐妈妈态度十分强硬 表示绝对不会允许两个孩子回北京的 如今竟然这么轻松地答应了 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自打黄子脚爆料大小S吸毒之后 大小S的事业就开始急转直下跌落谷底 甚至如今的他们已经断送了自己在大陆娱乐圈露面的机会 然而就在这时 网友们却发现了另外的一个惊天秘密 大S的背后似乎牵扯到了国外的一个神秘组织 这或许才是他如今落得如此下场的真正原因 那么大S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个神秘的组织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事实上早在黄子脚爆料大小S吸毒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室便立刻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只是眼间的网友瞬间就发现了 这个回应的内容有些不对 尤其是最后一段话 与其说是祝福黄子脚 倒不如说是在威胁他的家人 事实上直到如今大小S都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个问题 只是工作室讲到两个人有心脏问题不能吸 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的证据 事实上其实早在两个人发声明之前 台湾的警方就说了这个事件时代有些久远 已经过了追溯期 而且又是发生在韩国 因此台湾警方并不打算再追究两个人的责任 这也可以看出台湾这个娱乐圈 事前可以乱转 妞可以乱炮 但是这话可不能乱讲 只是虽然大S吸毒这件事情 他没检测无法实锤 但他却绝对吃过国家明令禁止的精神类药物 当时大S跟王小飞离婚官司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王小飞就曾经爆料了大S在和他结婚之后 一直在服用一种名为斯诺斯的镇静类精神药物 这种药物虽然不是毒品 却也是我国明令禁止的精神类药物 甚至大S在一次综艺上 还亲自爆料了自己产子之后 让医生开了大量的麻醉剂和镇咳药 这种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 但是配合麻醉剂一起使用的话 整个人都会非常的舒服 这其实也可以看得出 这种药物虽然不是毒品 但其效果和毒品并没有什么不同 正因如此 也有网友笑称大S不愿意来北京朝阳住的真正原因是害怕进小黑屋呀 只是这却并不是大S身上最大的一个瓜 有眼见的网友在大S的社交媒体上 发现了他在脖子后方 闻上了一个神秘的五芒星标志 而这个标志却来源于一个外国奇葩组织雷尔教派的 这个教派的人极其崇尚外星人 甚至公然宣称他们掌握了克隆人类的技术 能够以此来帮助人类实现永生 但是这个教派却毫无疑问是个名副其实的邪教 因为他的教主不仅什么本事都没有 反而借助着外星人的名义 提倡女性可以自由发生关系 甚至一部分相貌出众的女教徒 还可以接受教主本人的XI指导 很明显大S早就对这个教派深信不疑 更是在节目之中公开宣布 相信外星人才是地球真正的统治者 在台湾的一档节目之中 他更是将自己的纹身展示给所有人去观看 并表示自己对外星人绝对的忠诚 甚至还向观众讲述起了这个教派的起源 以及自己身上纹身的含义 甚至连南京著名歌手坎叶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但事实上雷尔教建立起来的初衷 除了是满足教内教中的欲望 更多的则是为了敛财 因为想加入这个教派 就必须将自己收入的10%缴纳上去 作为建设外星人基地的费用 这也让很多网友不禁感慨汪小飞离婚花的钱 原来不是被大S给贪了 原来是给外星人建基地了 只是这个纹身虽然是大S最近才纹的 但是他加入这个教派的时间 却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 可以说他的思想 其实早就被这个邪恶组织所欺蚀 因此哪怕他做出吸毒 或是其他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 也并不会让人吃惊 毕竟当年的邮轮派对 早就让大S声名远扬了 但事实上大S身上令人十分无语的东西还有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不比他参加邪教这件事情差 要说大S身上最大的怪癖 就不得不提他喜欢收藏诗照这件事情了 当时大S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 说出了自己的这个怪癖 他声称自己最喜欢在网上下载一些尸体的照片 越血腥恐怖的越好 然后将这些照片打印下来挂满房间 这样以来他晚上就可以睡得非常的舒服 说真的一般人这样说 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很变态 但是放在大S身上 广大网友却觉得这是居然还挺正常的 毕竟他之前办的事情已经非常奇葩 只是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 才会拥有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癖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大S确实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甚至就连他的前男友周渝明都不止一次爆料过 他在与大S交往期间 只要听到他的高跟鞋声音 就会感到非常的害怕 这其中的原因想想就可以知道 毕竟正经人 谁会在家里挂那种照片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虽然大S身上的瓜非常之多 甚至显得他有些不正常 但在对待舆论这方面 大S绝对是妥妥的实力派 就拿这次吸毒时间来说吧 尽管他没做毛发检测 搞得大陆的网友纷纷提出 要将他彻底的封杀 但这件事情很快就被 闫亚伦等一系列的大褂给遮掩的下去 甚至有韩国媒体还爆出了 大S已经怀孕了9个月 现在正在韩国准备生产 说实在的这部剧确实用的不错 以怀孕为借口 一方面避免了检测头发等等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能获得其他人的同情 但是这件事情在网友的眼中 却感觉非常的扯淡 毕竟台湾的狗仔就算是在菜 也不是吃干饭的 大S如果真的怀孕了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就算是大S他们的保密工作 做得非常好 但是大S已经是46岁的人了 他居然还能像个年轻女子一样 在自己的家中待产 想想也不可能呀 因此这则报道刚一出来 众人都觉得假 感觉他的目的就是转移大众的视线 让人放弃追究他吸毒的事情 只是网友毕竟不是傻子 这样的小伎俩自然是没人相信 而大S的前丈母娘张兰 更是在直播间卖起了孕妇妆 很明显就是嘲讽大S的手段 蹬不上台面 甚至当网友询问张兰 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张兰更是直言不讳的讲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再往他脸上贴近了 这明显就是转移目标呢 毕竟论转移视线这方面 大S简直就是台湾娱乐圈 教母级别的人物 早在之前小S代言胖达人 发生香精事件的时候 大S就自爆怀孕 被自己的妹妹吸引火力 让其免于群众的责骂 如今再次使出这样的方法 网友们自然是不幸的 尤其是见识了大S 在抢夺抚养费时手段进出 甚至拿孩子当作筹码的样子 网友对他已经只剩下了憎恶 只是大S虽然如今日子过得还很滋润 但是他的妹妹小S的日子 却过得并不安宁 6月24日 据台媒报道 小S在深夜被当地警方控制 似乎与之前的科药事件有关 在这个报道中 是这样描述的 虽然说台湾省警方已经通报 不会因为小S吸毒事件对其进行传唤 但他们却在调查之中 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内容 警方在小S的手机中 发现了一段长达9分钟左右的视频 虽然这个视频目前并没有披露 但是有媒体推测 这个视频上记录的正是小S的犯罪证据 事实上在这之前 就有人爆料过一段有关小S科药的视频 在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小S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亢奋 甚至可以说是癫狂 而在他面前的正式之前爆料说 他逼迫自己吸毒的黄子角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小S正在追逐黄子角 甚至要逼迫他喝下一个不明液体 这个视频在当时并没有对小S产生什么影响 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两个情侣之前的小情趣 现在看来黄子角说小S逼迫他嗑药 很可能是真实 但是这其实还不是这次小S被传唤的核心 在这之后 台眉和韩眉双双爆料 大小S曾经和一个要头直接见过面 并且还是实锤的证据 一旦他们的罪行成立 那么这两个人可能就直接从吸毒转变为了贩毒 就目前来看这个爆料 并没有两人的工作室辟谣 所以这件事大概率怕是八九不离时了 事实上有很多网友其实一直怀疑 大S与巨俊叶的复合式另有隐情 毕竟两个人早在20年前就是一对 但因为众多原因导致了二人分手 而在这之后 大S虽然找了很多男友 都比巨俊叶强上不少 但是除了王小飞 没有一个能跟他长久的 甚至有很多网友都觉得 大S跟巨俊叶很可能就是在雷尔教认识的 毕竟巨俊叶在韩国只是一个透明到不能再透明的一人 两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际 并且网友推测的大S信奉雷尔教的时候是1998年 他也是这一年与巨俊叶在一起的 再加上韩国的邪教众多 雷尔教也在韩国设立有分布 所以两个人是因为教派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很大 而且最令人细思极恐的 还是大S和巨俊叶九万元电费的事情 毕竟九万元的电费已经足够一些小型工厂的发电量 仅凭两个人就算全天厚的使用家里的电器 也不可能用这么多 因此有很多人怀疑 他们两个可能正在自己的家中干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甚至有人怀疑这两个人在家里制毒 虽然这件事情非常的离谱 可安在大S的身上却又非常的合理 毕竟他就曾经被爆料 种植过大麻 只是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 并没有任何的证据可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S与汪小飞之间 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 如今事件爆发 如果汪小飞张兰推波主兰 那么大小S可能真的就是彻底玩完了 所以如今大S将孩子交给汪小飞 让他带回北京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吧 不少网友们也是唏嘘不已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其实汪小飞和张兰一直都是心心念念的 想要把孩子接回北京 并且双方也因此互私了很久 大S和徐妈妈一直都不妥协 如今汪小飞和张兰终于如愿以偿了 网友们也是替汪小飞和张兰开心 汪小飞对孩子十分好 前段时间她就宣布自己每两周飞一次台湾 就是为了多多陪伴孩子们 不仅给孩子们一起庆生 还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游玩 可见对孩子们十分上心 所以和孩子们的交流相处也是比较顺利的 汪小飞趁火打劫成功 将接子女回北京 大S妥协原因引热议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汪小飞将孩子带回北京 不知道会不会就将孩子从此都留在北京了呢 我们也静观其变吧 好 好